各位乡亲好 我们今天讲一讲这个 我不是药神啊 这个电影 其实本来呢 不想讲了 因为从前天到到现在啊 我已经好几年没跟国内联系的那些朋友啊 就好多打电话来 用用通过其他方式 找到我的联谊方式 打电话来 哭的是简直是一塌糊涂 他们说我们真是不知道你 不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 看过这个电影我们才明白 我们也终于知道了 你们为什么要出国 有的朋友啊 真是在电话里真是哭的 简直是话都说不下去 他们强烈建议我去看一看这个电影 其实我还真是 我真是没这个勇气 不要说去看了 就是想一想啊 就特别难受 我怕我止不住这个眼泪 因为我对这个电影的感受 可能跟大多数朋友都不一样 我给大家出了个题 可以说让大家猜一猜我是这个电影里的哪个角色 我看有的朋友猜了一圈可能还都没猜对 我应该更贴见于那个 那个牧师 那个牧师老刘 那个刘牧师 因为也只有我能贴见这个角色 说到这儿呢 我们还是说一说一下这个这个药的问题啊 因为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啊 就是过于关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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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所表达的中国现在这种 这种严酷的这个现实问题啊 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生命是如此的 如此的艰难 中国人的命是如此的不值钱 就这个药的前身啊 就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病啊 都知道 病的严重啊 对病我们对疾病的恐惧 就莫过于癌症 因为白血病呢 它就是一种癌症 这就叫做血癌 但像这个像电影里所说的像陆勇啊 就这个原型陆勇啊 就是这个电影里叫成勇 它这个叫慢力性白血病啊 就有一般白血病呢 常规的吧 就是这三类啊 力细胞的啊 淋巴细胞的和单核细胞的 就三个细啊 就是我们血液系统造血细胞 主要就是就是几个大还有其他的 主要主要这三种吧 因为只能粗 今天只能粗略的讲一下 这个慢性力细胞白血病 就是说等于这三系白血病呢 就是力细啊 淋巴细和这个单核细 它都分急性和慢性 就是像力细胞 慢性力细胞白血病啊 它是应该讲 占这个成年人白血病里的 百分之三四十左右 当然年轻人呢 就是孩子呢 因为他以淋巴细的也多 急性和急灵的多 当然还有复合的 也就是说 这个病大家知道 其实是在之前是没有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治的啊 他也不要以为都能用骨髓移植来来解来救这个病啊 也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啊 骨髓移植他他有很多适应症 他也受年龄的工体的年龄的就是就是这个限制啊 身体条件的限制 他也就是手术者本身的这个身体啊 年龄啊 他也限制 但最重要的还是钱 就没有钱吧 做手术 你想那花钱 谁都知道呢 几乎是天文数字了 他也就是 然后呢 某一年 某一年呢 就有就有那个 就这个 这是我们说的格雷威尔 他叫甲黄酸 他学名叫甲黄酸一马提泥啊 这个药就就研制出来了 研制出来以后呢 他呢 他能做的什么 他叫 他能选择性的攻击 就杀灭那些分化 就分化迅速那个细胞 就是就是等于不受控制那个分化细胞 这癌症本意就是这 就细胞不受控制的 永生细胞 就是说他永生的不停的繁殖 不停的增殖 不停的增殖 不停的分离 但这个药呢 就他就能选择性的攻击这种分裂块的 细胞 就这个这个癌症细胞 就那你要吃这个药的话 当然也不能说 彻底的根 彻底的根治 理论上说是应该是可以 这个药起码是可以 有可以停药 你服用十年多少年之后 有可能会可以停药 但是没有人敢 这个实验还没有 还没有最后取得这个答案 现在基本上是不敢停 就是说今天保持就是每个月 吃一瓶 每个月吃一瓶的话 基本上就能说 他像一个正常人员生活 就说他把那他把一个很严重的癌症 把它控制 比方就像一个感冒 你身体就比方 控制到一种亚健康状态 这这个药是很神奇之处 这个药呢 绝对是划时代的 就像有人评价这个 我不是药 是一个电影 是中国近十年二十年来 划时代的作品 但这个药绝对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东西 从此之后呢 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药 就就发明出来 就就研究出来了 他都同一个名称叫做靶相制剂 什么叫靶相制剂呢 就是等于他把癌细胞 等于标示出来之后 他像打靶一样 专门的瞄准的癌细胞 去打 这叫靶相制剂 然后呢 他不怎么杀伤 就其他的正常细胞 这治疗癌症 大家可能都知道 不管是放疗还是化疗 他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 他对正常细胞也非常严重的 就产生这个杀灭这个效果 他其实把人都击垮了 所以癌症 你把正常细胞也删了 那等于是同归一剑了 就是说正常的放疗化疗 基本上不可能根治这个癌症 但是这种靶类胃这样的药 发明出来之后呢 他基本上就打的那个效果 就是说 他不是让你无病生存 他让你带病生存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 像个正常人家活着 有些人外星 立起来百姓病 他基本上是成年人居多 成年人居多就意味着 意味着基本上是上有老 下有小 这样一个人 如果他能吃了药活下去 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说这个家庭还能完整 他能完整的存在 存续下去 就这个人 他可以给他的 给他的老人养老送终 还能抚养他的孩子长大 看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 就这个药 这个发明这个药的 真是功德无量 我请大家一起 一起感谢 从心里感谢 感谢这个技术的 这个发明这个药的 这个研究这个团队 他是 当然他是这个瑞士诺华公司的 诺华公司呢 在美国他世界中的 制药集团嘛 就这个药 但是就是 就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在中国卖的 他是 他的这个售价呀 在中国是 全世界最高的 就是相对相对来讲 这个药 你看在当时在中国 三万三万多 就差不多三四万汉钱 有人说 电影里说四万吗 有三四万两三万 但是在韩国 就九千 七千人民币 相当于 日本在美国呢 是中国售价的 人民相当 同等的这个币值 就是这个 一半吧 一半 就是中国 世界最多的病人 可以说最贫困的一群人 偏偏这个价格 是世界最高的 这个价格呢 这是国家发改委定的 谁都知道 他不是 我真是到今天 我就不明白 你想杀到百姓 也可以 让人吃不起也可以 你们真是没必要 把这药价定到这个程度 他基本上是 这种价格呢 就是 他完全违背了市场规律 违背了市场规律 因为最近电影出来 出来之后啊 就包括老梁说事 还有很多人 过于强调 什么专利传闻 就研发个新药 成本很大 成本很大 但是那个 意思说我们这个 我们 人家 我们如果便宜了 我也要便宜了 或者怎么样的话 或者你卖这个 卖这个盗版药的话 等于这个 侵犯了人家的专利 然后打击了人家 研究新药的积极性 其实说这些话的人 是没良心的人 其实也是很无知的人 他基本上 如果他故意说这话 他不是无知 那就是无耻 就是任何的药 你不管研发成本 多么大 中国不是唯一的市场 但是中国是最大的市场 就是说对那个制药商来讲 他的研发成本 确实很大 但是呢 他是全球市场 他是全球市场 他可以 他在有的国家卖很便宜 他用他编辑成本为零的 他卖的越多 你不要 他可以同时卖3000块钱一瓶 因为那个药的成本 就几十块人民币 明白吧 我给大家讲 大家可能 他来五十人民币都不超过 因为我们 我做过详细的 这种成本的测算 成本测算 还不是大批量的情况下 他就是几十块钱 连包装盒都有了 也就是说 这个诺华制药公司 他完全可以通过 这种价格的组合 不同的消失策略 他能实现他效益的最大化 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 中国政府不允许 当然就是说 这种药的批号 像这种药的批号 这暴力的 这暴力 这比贩毒利润要高很多倍 50人民币的一瓶 成本不到的药 他可以卖几万人 几卖几万 你们说这贩毒 能比得上这样的利润率吗 但这种这种 这药的批号都在 政府局常委一级 在手里操控着 我告诉你们 中国有很多隐形的富豪 就是 就是就是他们 他们可以加产几十亿 上百亿 你完全听不见他们的报道 就是这些人 但对他 为什么 诺华公司 因为诺华公司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的靶向 靶向药 就变成这些靶向 自己越来越多 就是说 对这些公司来讲 他就想 利益 效益最大化 效益最大化 他能卖点 是一点 卖点是 他执行市场策略 他可以便宜 加价之后 他可以 价价卖的越多 越价卖的越多 但任何专利保护器 他是有期限的 大家就要记住这一点 专利保护器是有期限的 不是无限期的 但诺华这个 这格雷威的 就因为他有 当时有这种独特的 这种作用 当时 还魄力延长了 他的专利保护器 但即使这样的话 他专利 他也比较专利器的 所以说 在对个制药公司 真正的投资者来讲 他会尽一切的办法 在他专利保护器 到期之前 尽可能多的回收资金 而不是坚持 我就叫他娘的 卖三万卖四万 然后这个药 没人买得起 但这个问题 就出在中国 中国就不允许他降价 中国就不允许他降价 但另外 你不允许降价 我们今天 我问你说过多少次了 中国政府 就想让老百姓死了 就这个道理 他并不是 并不是政府局常委 什么中共的那些党魁领袖们 他们的家人 垄断这个药子 批号的问题 他最根本的目的 根本的目的 他就让老百姓死 老百姓必须大批的死 大量的死 你每天都听见 邻居 相亲 朋友 同学 哪个人得爱证死了 然后你听见这个消息 那个警察 进到你的脑子里去了 你要拼命的挣钱 不敢闹事 这就是统治的 中共统治的 这个恐惧统治的 一个法宝 但我会到这个 药的问题上 就是你不把药 就架下来 但是也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全世界的 这个专利法 它有一个例外 叫专利的强制许可 什么叫专利强制许可 如果涉及到 一国国民的壮大的 生命利益的将冠的时候 一国政府有权利 给予专利的强制许可 就是我可以 不征得你的这个 专利拥有人的同意 我强制许可 某一个厂家生产 当然这种生产不是无偿的 就是你完全不给人专利费 也不是 他也会给补偿 也会付给他专利费 但是呢 他就没有这个谈判的问题 他成本以后架下来 像这个诺华这个药呢 在韩国在什么 他就面临这个情况 韩国政府当然就是这样 你要不 你要不同意 所以你要不同意 那我就实施专制的强制许可 但是恰恰说 我们又回答刚才的问题 中国世界上最庞大的患者群体 最穷的患者群体 因为中共盘剥的穷的 当当响的这些群体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实施过 任何一起专利的 强制许可 中国在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中国侵犯美国专利权 侵犯世界的专利权 那是什么 那根本是不顾羞耻的 到处去偷技术 到处去剽窃 到处去玩黑客 到处去收买 他什么都干 但是真正事的 老百姓的时候 老百姓的命的时候 中共好家伙 一反常态 成了世界上最坚决的 捍卫专利权的政府 并且他比那专利的拥有人 比那这个药的源 发明人 更加虔诚的拥护 他这个专利 这是常规逻辑能解释的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中国能吃得起这个药的人 一个月 一个月几万块钱 一个月几万块钱 一年三四十万 四五十万 这些要终生吃下去 你想想中国多少人吃得起 当然有一些 确实有一些负荷 我知道了解的 确实很多人确实吃得起 确实吃得起 但这绝大多数人家 不行 小企业主 这陆永其实就属于一个小企业主 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也吃不起 只有那些大富豪和公费的 国家花钱养的那些 不管花多少钱 哪不就月亮上 月亮去火星买东西 只要能买回来药 能救他们命的 共产党毫不犹豫 他怕个鱼肉飞船去买去 他们不犹豫 他只要那有那个药 能让他们长生 能让他们活着 但在老百姓的问题上 他把中国把所有的路全堵死 市场渠道不然解决 不走市场渠道 不走这种叫薄利多销 也不搞专利的强制许可 这时候陆永怎么办 陆永去韩国的时候 去韩国买韩国人员 那个7000的9000块人民币 买人那个药的时候 韩国人说 7000 9000我们也不买 我们买印度的 但是陆永拿到那个药了 拿药回来 但那个药就是很粗糙 因为印度人干活比较粗 他的包装盒 你反正看得很 还不如诺华公司这个正品 看得这么精致 但是说吧 因为涉及到命的问题 谁敢尝试呢 就像他们说 西红柿 刚进来的时候 它是作为观赏植物的 大家传到欧洲的时候 没人敢吃 很长时间之后 有一人尝了之后 特好吃 你没死 大家知道 欧元西红柿好吃 但这 那只是个食品 药的问题更严重 因为这个慢力性白病 你要能维持 一直维持着 它不常常急变 理论上就是 你就可以活下去 如果要是 药有问题 耽搁了 或者没吃上这个药 它会叫 那个慢力性白病 会急进 会急变 才成为急性的白病 那个就完了 进入急性期之后 那就完了 叫急变 急变期之后 那就非常的复杂 就几乎没希望了 所以谁敢吃的 还是 陆永 在这点上 陆永说 我不是药神 我请朋友们 在这个点上 还得说 大家真是要感谢一下陆永 他最终不敢讲 他最后吃了 当然有韩国的朋友 给他介绍 就说很多人都吃了 没问题 都吃了 他以身试药 觉得药挺好 但当时呢 我们就联系上了 因为当时我在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 大家说到这 大家可能真是 就知道为什么 这个电影出现了一个 基督教的牧师 牧师来 来干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镜头后面 牧师的后面 白墙上一个红十字架 一个红十字架 这是红十字会的标志 就是个编剧和导演 他在他不能直接说 红十字会的情况下 他隐悔的指出了这个东西 当时我在中国红十字会 当时我们正在做这件事 就是我呢 试图想建立起一个体系 不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项目 一个救济项目 这个体系就是什么 这个体系能提供技术 能提供药物 能提供资金 能提供 叫什么 互助组织 因为一个这样白痴病啊 这样类似这样的 重大疾病的治疗 他又需要很多个方面 他需要 咱们说技术 医疗技术 医院 医生 就是医疗技术 然后需要有药品 药物 当然需要资金 费用 他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有人 像是他患者 像我们叫 在国外可能比较 国内的比较少 国内国外比较实行 他就当于患者 有个互助群体 大家互相 互相勉励 互相支持 互相交流经验 他还需要大量的志愿者 提供各方 各个 就是等于各个层面上 这样的治疗 因为治疗 除了这个资金 应酷条件之外 他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持 但是我就想是 我 我就想推荐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正在做的 就是 就是一个资金救助项目 在中国文人会搞的 搞的这个资金救助项目 但录用这个时候呢 大家一拍即合 就是我们 当时那个药还很贵 当时药一般在5000块钱吧 确实这个电影说的对 5000块钱 印度 印度药原药厂呢 他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但是我们当时 给陆远生 我们几个商量的就是 怎么能让他便宜下来 当时 当时 因为印度药在中国 他有两个困难 一个就是确实 他不可能通过 中国药监局的 这个批准 当时 既是现在 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他呢 然后呢 没人敢吃 也没有 别人也不知道 知道拿到这个药 也不敢吃 大家可以想象 白给你吃吗 你敢吃吗 你不敢吃 因为涉及到命的问题 然后呢 就没有销量 没有销量的话 印度人 他不给你价价 你还是好几千 还是绝对多数人 说白了 就那个年月 在那个时代 大家公司 可真是没多少钱的 就是那个格雷威 那个正版的药 你觉得你吃不起 你这个药 你也不能吃得起 一号几千块钱 当时我们的目标 就是把它降到 五百块钱 所以电影的忠实的 表现了当时 那个我们 我们这个目标 把它降到五百 就把药上 把价格降到五百 怎么做到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就用了 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 然后给印度发的 发的这个函 然后给印度使馆 发的函 印度中国使馆 发的函 办了签证 让陆勇 跟另外一个朋友 因为我们应 那个朋友的要求 我们不提他的名字 这是他的要求 这个朋友 在整个件事里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提供了资金 跑签跑 和帮这件事 当然这些手续 是我来操作 我们用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 来给印度 印度药厂联系 然后陆勇 跟那个朋友 以中国红十字会 志愿者的委托代表的身份 以公务的身份 去印度 找他们谈判 然后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是很必要的环节 如果你只是一个患者 去找他 印度 印度他不拿你当回事的 当然如果你以国家 红十字会的名义去 比如我们初级的公开 也翻译了英文 当时有一个朋友 从北大毕业的 英文系毕业的 在我们办公室 这个都是当事人 当时翻译的 因为我起草的这些罕见 然后有那个朋友翻译的 然后联系 最后陆勇 跟那个朋友去了印度 建立了联系 然后回到又反复 就反复联系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还要把这销量 我们承诺印度 要把这个在国内 这个销量打开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 更多人敢服用这个药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就组织了 就是电影里出现的 这些主人公们 这些原型们 我们一起组织了 全国性的志愿者会议 就是大部分是病友 大部分是病友 有的是自己本身患者 有的是家里 有人是患者 还有一些纯粹的志愿者 我们在北京 一个某一个招待所 召开的会议 全国来了好几十 代表全国各个地区的 这个病友群的 来了好几十人 然后我们最后确定了 大家要推广这个东西 要建立的推广 建立的介绍 让他更多人知道这个药 然后我们也告诉大家 如果需要的话 大家都以中国 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身份 去做这件事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否则大家不相信你 当然这个事件 是在红十字会爆发的 郭美美事件之前很多年 结果呢 我们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印度那个药厂的药价呀 他确实的 不就印度药厂 那个老板亲自到中国来 来访问 来考察 看到我们做的这些工作 那个印度人还算是 真是可以的啊 咱们是阿三 真是可以的 把真实最后一价价 真是这个药价 真是降到了500 然后当时电影里 说什么所谓的独家代理权 也不是但其实当时就是 我们是主要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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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渠道啊 主要的一个渠道 这个工作做到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从5000块钱 4000多 3000多 降一最后一直降到500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 可以吃得起 每一个吃的 能吃得起的这些患者 就意味着他能活下去 他意味着整个家庭能活下去 我们这个设想里 救助对所有的患者进行无差 我当时我提的口号叫 无差别救助 我要建立一个体系 说到体系很多 我们当时单位很多 包括领导什么都 都摇头 我们就做个项目而已 你怎么会提到一个体系 因为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 你要想做这件事 你必须要所有的环节上 都要做工作 单纯一个环节上不行的 但这个要是非常关键 但仅仅这一个要 我们配合 把这事做到之后 他就救了中国 给中国几十万人 几十万个家庭 就当时带了生的希望 但这种工作 外界确实不知道 也就是电影里说 有用卖药小分队 以这个 在这个基督教 这个刘牧师的这个主持下 大家 经常在一起祈祷 做这件事 其实呢 大家 感谢一下这个编剧 感谢一下这个导演 感谢整个这个 这个电影的创作团队 他们以这种 如此隐晦的曲折的方式 来表现当时的这个事实 这个这个这个 当时整个这个情节 故事情节 就是他其实当时是 是一个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下边的一个 志愿者团队 我们做点事 并且呢 在这个药的整个推广的 这个推行的过程中 确实我们确实的使用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这个招牌 因为当时在各医院的传说 包括病人的传说 都知道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在销售这个药 后来还有经常有人打电话来 有个电话是我接的 来咨询这件事 是不是你们卖的药 因为他不敢相信 但是说到这儿呢 我今天还真的特意的给大家说 这件事 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这个品牌 这个红十字架 在整个这个故事中 起到的作用 是不可代替的 就是说当时的 总红十字会的领导 今天我可以给大家举出两个来 一个呢 就是今天的中国红十字会的 总会的副会长 王儒鹏 一个呢 已经离开红十字会了 在湖南湘西州 做一个企业嘛 可能做水泥的 叫欧阳李 这两个人 欧阳李当时是项目的部长 我是项目主管 当时项目总共总共 总共就两三个人 而且也没其他人 然后基金会的这个 就是秘书长 是王儒鹏 就这两个人 我今天也告诉大家 大家真是要 不要一提到红十字 大家就讨厌 这两个人 在这件事上 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要 红十字会 咱们说到底吧 红十字会跟卫生部 原来都知道 它是在一起的 后来才分开的 因为分开的是 历史并不太长 也就是红十字会 作为红十字会的领导 他是知道 这个要是非法的 如果 但是呢 话说个 如果要不是 要不用 不使用红十字会的名义的话 这件事的难度 大家可以想 以可想而知 几乎就 当时没有 业度不可能 不会拿你当回事 这个要 并且不会推广出去 所以起码这两个同志 咱们就说 他就是我们的战友 承担了巨大的 风险 巨大的责任 因为当时很多渠道 反映出 反映到红十字会 反映到各个机关 说中国红十字会 在卖药 他们呢 就承担着 在承担风险 同时 当然也是 也是多次给我提到 这个问题 为什么 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当时丢沙帽 他都算轻的 有可能承担更严重的责任 因为这个风险确实太大 这是非法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也就是说 因为当正是我们 在这个事做这个事的前提 前提就是我们 我们中国红金 我们创立了这样一个 救助小天 救助白饼儿童的一个基金 叫小天使基金 在在运作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所有的人员 不管从上到下 就各个各个部门 各所有的人员 都承受了巨大的感情的冲击 就情感的冲击 就我大家亲自目睹了 中国这样悲惨的这样一群 那些孩子们 求救无门 求生无路 我们每天都在见证 这见经历这些 人世间最悲惨的事 就像王主鹏 有一天我早上上班来 见我说 一边说就一边就掉眼泪 他说我 我看见一个 有一个患者来求助 妈妈带着孩子 来办公室就给我下跪 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 像这只是 只是其中的一个消息 几乎我们每天都是这样 欧阳礼也是 欧阳礼和王主鹏 这两个人 他们是希望工程的 最早的创始人 他们 但他们做助学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经常也给我说 因为这个项目是设计 这个主要是由我来负责 他经常会给我说 他说我们做助学 做希望工程 当然尽管艰难 但我们跟今天做助医 他压力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们俩都知道 你不上学死不了人 但是不治病 就能死人 所以这些朋友 包括整个红红金会 当时也没几个人 十二个人 所有的人 甚至到司机 都会长到司机 都每天经历这些事 大家心里真是 咱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人都是有良心的 所以一旦咱有机会 能救助更多的人的时候 他们就做出这样的决 起码是支持 允许 同意我们使用中国红石 红石基金会 红石的这个品牌 来做这件事 没有发声明 更正 跟红石会没有关系 也没有 也没有 把我们这些志愿者 因为怕承担风险 然后借着我们做 或者把我们去从红石会驱逐出去 因为我到 我后来离开红石会 是我主动 我自愿的 因为我感觉我当做的事 达到一定平台 红石会这个平台 已经无法再容纳我们 更大的这个诉求 但我离开的 所以今天我请大家 关注一下 就今天 欧阳岭呢 已经辞职了 然后王志鹏还在 是中国红石会 现在副会长 这些人 在整个这个故事里 大家都扮演了 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是就是说 这件事 统一之后 达到这个效果之后 他还不能解决 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什么 这个要 我们拿不到批号 他始终是非法的 然后中共开始大量的 就是说 不能说几乎是几乎 其实说吧 几乎全员出动 中国所有的各级的公安机关 都得到通知 要去追查 要阻断 要打击 这种药 他们叫 叫销售假药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真是 见过太多 很多很多跟我联系的 因为在这个事 因为这样大家想象 如果你 光靠录影这个渠道 这是不可能的 不现实的 因为这个药进口 海关卡 工商卡 药监部门卡 航空 航空邮递卡 到处卡 到处查 抓住 就没输 就判刑 靠录影 怎么可能呢 另外 这里边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你这个物流 资金流 都是不安全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就我们就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这个录影 录影 我们不能对录影 他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病人 我们不能对他寄予太大的 把所有的事都放在他身上 但他作为一个渠道 但我们就同时又后 就发展了 发展了更多的渠道 用各种方式 有人出差 从印度出差带回来的 然后转转到其他国家 再寄过来的 然后从航空 邮包寄过来的 还有说谈 还有空姐 我们拖的机务人员 带过来 太多了 各个口岸都进行尝试 但在这个里边 这某某电影的讲到说 说陆永没有赚 陆永是没有 陆永没有赚钱 但这个问题 如果光强调不赚钱的话 这个事根本搞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费用太大了 除这个要价之外 他有很多费用 邮寄费用 因为他有损失 被查到就没收 他这就没有了 但这个成本谁出 邮寄费用谁出 为了安全 很多不能邮寄 我有一个志愿者 他是每一瓶 不管远近 他都得亲自送过去 交到手上 交到手上 就在这个里边 还有什么 还是一个批量的问题 你单独的搞 他的印度的药价 他是有要求的 你不能一瓶一瓶一瓶的买 你这样 他药厂他没法承受 他确实他没他做不到 没法承受 所以你必须要团购 其实就是一个团购行为 大家就集中凑这个批量 凑这个批量 才能保证拿最低的价 但凑成批量 他也意味着风险的这个 非常大 在印度药厂 他的价格 他有原料药 然后他也经常会有浮动 所有的这些问题 你都得必须要保证一定的 就价格就要有一定的荣誉 就其实就说就是要高于这个价格 就中共呢 他其实讲 他法律上讲 中共他知道 他如果你有一分钱不赚 他法律上讲拿你没有办法的 他确实没有办法 因为你患者自购 你不是经营行为 你不赚钱 他拿你没办法 但是问题都处在这 你为了保证这个药 这个药能绝对能供应下来 绝对能供应 所以当然 你必须要有一部分差价 不用来支付这些 这些损失的费 损失的这个东西 然后价格变化的损失 然后这个费用 都要有 但你只要超过这个价格 共产党就说你赚钱了 你就是假要贩子 逮住两瓶 就能判四年 判五年 判六年 判八年 判十二年都有 今天我没有必要给大家一一列举了 将来有一天 我们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 发了财 抓了人 做了大业 在中共的统一指挥之下 干这些事 他们在24小时在纸盘 在跟我们斗智斗勇 在这过程抓的人 我是 我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 都跟我有关 我们有一个志愿者 也是在国家一级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非常年轻人 非常有前途 他母亲是个病友 他也因为这个机缘 帮助我们做了很多事 然后呢 他也是喜欢喜欢帮忙年轻人 喜欢帮忙 后来就被公安就就就盯上了 就抓 抓呢 我就想办法保他 因为他 他妻子 怀孕了 母亲 他知道是有这个病 身体也不好 然后呢 公安就进 派了多个专案组 去抓他 用尽了一切办法抓他 我就用尽一切办法保他 把他藏过来藏 藏了几个月半年 公安始终没抓住他 花了大笔的办案经费 这个公安就 公安怎么玩的呢 公安 公安就守着他的老窝 这他母亲病危了 你 你儿子一定要回来看 独生子一定要回来看你妈 我们就等着抓你 最后怎么办 我们所经历的 比电影里的那些别人的镜头 还要 还要惊险 我开车 晚上开车 下着雪 几百公里带着他 去医院 看他妈 要见林中健最后一面 否则这是终生的遗憾 然后警察就在门外守着 我们动员 所有的亲戚朋友安排好 把他们调开 然后把化妆进去 站在母亲的床头 两分钟 看一眼 我再拉他继续再走 没抓住 始终没抓住 最后公安怎么玩的呢 把他姐姐姐夫抓走了 就说他包庇 他见他弟弟不举报 给他弟媳妇租房子 他弟媳妇怀孕了一个女的 租过房子 叫叫包庇 把他姐姐姐夫同时都抓走了 构臭的共产党 然后要挟他去换人 当人质换人 还把他爹 他母亲已经去世了 把他父亲也弄过去 说你女儿女婿身体不好 你要在这儿 他们会出意外怎么办 你到时候什么都没了 逼着他老父亲 再去逼他儿子 去换他的女儿女婿去 这是狗操的共产党干的活 好了 这些事啊 太多 太多 我今天讲还是一个意思 不是 不是说给这些人 给这电影里的这些原型 给他们要每个都揭露出来 给他们证明 给他们给他们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其实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想法 我们说是 我今天给大家说这些东西 其实是你从以前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但是我能说出来的只是 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 因为太多事 无法用言语来说 这个事情 你把 把所有的纸都用完 都写不完 我就想让大家相信 中国人 不是像中国共产党所宣传那样 都是猪 都是小人 都是骗子 不是的 你们听到我这个节目的人 你们的亲戚朋友 你们的熟人里 绝对有人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活下来的 因为我那些 我那些承受了巨大的代价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欺离子散 家破人亡 被监禁 被判刑 被追捕 天涯海角流浪 因为他们的付出 那些不相识的人 才活下来 他们一家老小还能团聚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 中共的任何的这种 中国人这么恶劣 中国人是恶劣 这里边95%都是中共的宣传 中共的包装 中国统治老百姓 压榨老百姓 还不算完 还把老百姓打成什么 把中国人打成傻逼 打成恶人 然后让老百姓直接失去信任 他们才能统治下去 我给大家讲这件事 就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世界 有太多太多太多的 为了陌生人 素不相识的人 可以做出 做出巨大的牺牲 甚至牺牲一切 所以陆远说 我不是要神 这话对 因为不是他一个人 这是一个这个世界上 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 这个世界 为什么今天还在 就是因为有这些人 上帝才不灭亡这个世界 也就是圣经上讲着 上帝要毁灭所得马俄马拉的时候 亚伯拉罕和上帝讨价还价 这个城里如果有异议人 怎么办 如果多少个异议人 你就不要毁灭他 就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 想想 就今天眼下的这个局势 眼下眼下这些形势 眼下这些事 我们应该 每个人应该做什么 一个最柔弱的女孩 你可以最直接的公开的这种方式 向中共的专制和独裁发际挑战 并且从容的面对 成群的这个警察 这抓牙的这个抓捕 这证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的爷们不是爷们吗 中国的汉子不是汉子吗 不是 而是证明什么 证明中国的统治 他对这些最柔弱的群体 都已经失去了震慑力 因为他们做的 中国的罪恶 作孽到头终有报 动员老百姓上街的 不是我 不是李一平 不是吴建民 不是某某人 不是某某的一群 是谁 是上帝 是天意 埋在每个人心里的大脑 最深处的那个 那叫天意 天意在显明 那天 就快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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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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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